大家好,说中南海这两天又开了秘密会议 蔡奇领导的网络委员会和安全部联合开了一个会议 说中国现在出现了两种新型的革命 一个叫做裸体革命,不穿衣服 一个叫做中医革命 不是造谣传样,是真的 这个事情与两种事情有关 我们先要搞清楚所谓的共产党他经常搞这种事情的 过去这些年我们出现过一些个新的词 比如说雨伞革命在香港 比如说白纸革命在上海在北京 比如说茉莉花革命 说是全球的茉莉花革命 尤其是个茉莉花革命 是胡尹涛时候搞的 说现在以茉莉花为暗号 要向中共发起进攻 其实就是几个网上的网民就跟我们一样的 在推特上,在脸书上写了几句话 当时我们的老朋友连云飞老师翻墙翻到推特上面 然后呼吁了一下茉莉花革命 立马就被抓进去了 关了半年 共产党搞这些事情可敏感了 他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后来还有什么 林八县章革命 刘晓波老师 搞了一封文件 林八县章 这是老早之前的事情 胡尹涛搞的事情 所以胡尹涛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看门狗 这个嗅觉特别的灵敏 遇到一点点事 他认为这个事可能对中共的江山构成影响 他立马就行动 所以胡尹涛这个人呢 那真是是比江泽民坏多了 很多人说这个胡尹涛这个人怎么怎么低 那真是缺德呀 缺德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什么人最坏呢 我们这个人间社会 就是那种看上去没有缺点的人 就是最坏的坏的人 真的不骗你 这个放着四海而基准 只要你是个人 完了以后你给人的感觉 我他妈找不到你的缺点 你看胡锦涛 他又不搞女人 也没有听说他贪污 是不是 最后退休的时候 还高风亮节 被西包子夸到天上去了 一次性裸退 一点都不留念自己的权利 你感觉到这个人他妈的太牛逼了 是不是 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共产党人 你就觉得这个人挺好 你说江泽民 我说江泽民 你看他又喜欢搞女人 是吧 完了以后跟宋祖阴的这个拍拖 搞得满城风雨 是吧 完了以后 这个江泽民呢 用闷声发大财 让自己的儿子 两个儿子转肿了 是不是 贪污犯 贪污犯 还有江泽民这个人呢 这个 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显摆 是不是 北京人说话就特别显摆 特别的嘚瑟 特别的喜欢秀 是不是 一会儿又弹钢琴的呀 一会儿又吹笛子的呀 又一个臭不要脸 就这么一个特别让人看着很烦的人 是吧 就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特别显摆 是吧 让人特别烦 男人 人都不喜欢这种人的 所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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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像习近平 习近平又搞女人 喝酒 搞女人 念错别字 缺点很明显 我这么告诉你啊 共产党的几代人 林导人里面 最坏的人 就是胡锦涛 真的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所以 一会儿这个革命 一会儿那个革命 谁的发明呢 都是胡锦涛的发明 胡锦涛是共产党的忠实的 走狗 看门狗 说 说这个 胡锦涛现在被细胞子 一掌拍死 彻底灭掉团派 那是这个什么 胡锦涛作恶太多 那是报应 是不是 你他妈的 说胡锦涛这个人呢 他一方面给人的感觉 完全没有缺点 看不出来 另外一方面 经常落井下石 把自己的小兄弟 一个一个推到火坑 你想想是不是 你看你回头一想 你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胡锦涛 他搞革命的 跟着胡锦涛混的那帮官员 都他妈下场不好 李源潮 李源潮这个人本来是中共培养的最高领导人 结果就被细胞子干死了 你没有胡锦涛同意 你李源潮怎么可能被细胞子干死呢 是吧 就是因为胡锦涛出卖了他 唯一换取跟习近平的政治同盟 把这个李源潮就给这个什么牺牲掉了 所以李源潮一点脾气都没有六十多岁就退休了 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令计划 令计划跟这个胡锦涛跟了一辈子 最后被这个胡锦涛 医长就送到 建议送到清晨监狱去了 缺德呀 就是你说你胡锦涛当时你还是总顺 你能保不住令计划吗 那不可能啊 还有这个李克强 我告诉你啊 李克强也是被这个胡锦涛给卖掉的 小命不保六十多岁就死了 最惨 胡锦涛这个人是最坏的 所以你从什么这个革命那个革命 就这些破词 然后胡锦涛是才是杀死我们家这个什么 小波兄的最后祸首 没有跟这个事跟习近平没有毛关系 就是胡锦涛这个畜生干的是吧 我是祖祝胡锦涛全家死光光 这个不是东西啊 特别坏 是不是 所以当时邓小平选他做接班人 真没选错 特别坏 特别坏啊 特别坏 所以咱一定要有常识 生活中你看人也是 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 还是在公共生活里面 还是在家庭里面 还是你男人去看女人 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遇到一小姑娘 哎呦一笑 双甲脸蛋飞红 不好意思 嘟着个小嘴半可爱 我操绿茶表特别坏 是不是特别坏 我跟你讲啊 你放心 他一天一天到晚对你是满口谎言 完了以后他妈的就是背着你绿帽子 跟你带到天上去 是不是 手可绿帽可摘星辰 真的不骗你 特别坏 因为你看不到他的缺点 你觉得他特别可爱 特别呆萌 也特别的可怜 是不是 就是没有任何伤害 你也看不出他要搞男人的这种节奏 就这种家伙特别坏啊 我以前就遇到这么一祸子 把我害得够惨的 幸亏我 他妈的 及时止损 这种人呢 我跟你说 后来我意识到你 越是看上去没有缺点的人 你越要与他保持永远的距离 真的 这帮他孙子特别坏 你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地方 绝对 绝对一看一个准 反而是那些看上去缺点特别明显的人 真的 说这么多废话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最近又出现了中南海 又搞了两个词 叫两种革命 说正题了 一种革命叫裸体革命 一种革命叫中义革命 这起因是两个新闻 两个事 说过广西成都 贵州 整个西南地区 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呢 大量的女性 年轻的 连脑子都有 是吧 光着屁股 把衣脱光了 在街上游行示威 是不是 一开始警察 当年警察 不敢动手 是吧 这帮女人把衣服脱光 是吧 有的身材挺好 有的身体不好看 你脱光干嘛 没工作了 活不下去了 是吧 男人没工作 女人要卖银 但是呢 习主席不让卖 怎么办 老子把裤子脱了 我脱给你看 赤裸的 是不是 哎 这个情况就爆到中南海 那习主席 王胡林 真是跟着胡云涛学的 毫无犹豫开会 被定行为就是裸体革命 下令全国封杀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女 年轻的年老的 只要光着屁股 在街上跑 立马抓进去 要敢于亮剑 敢于动手 不要不好意思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哎 你有这么一种可能的 你看着一堆女人在那里光着屁股跑 你紧张到底是抓还是不抓呢 说这个情况持续了三天 最后上面的指示到了 抓 一个不留 往死里打 是不是 如果是其中身材实在是太好看的 把它包装一下 让它洗个澡 是不是 然后送到中南海给许主席看一看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这是裸体革命 抓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中意革命 中意怎么是革命呢 说是上海东方电视塔 所以突然出现了一个奇观 有人爬到东方电视塔的顶端 然后撒船单 一个人 一个五十多岁 六十岁的一个人 撒了他们的几千张传单 几千张一次纸往下面撒 雪花飘飘 就是 冉冉的 往下跑 是吧 这个传单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革命形式吗 是不是 你传单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要打倒习近平呢 是不是像当年的上海的 这个董小姐一样 要破墨呢 是不是 那还得了啊 图公如临大敌 拿着传单一看 我操 没有说打倒习主席 而是建议习主席 用这个中意治疗 来防止这个武汉病毒 继续扩散 说中意是我们的 这个什么国宝 是吧 这个中意治疗 这个武汉病毒最有效果 立国立民 恳请习主席 要把中意 要要要要 预防这个武汉病毒的事情 向全世界推广 这么一个事情 你这么一个事情 为什么要走传单这个形式呢 你能好好地跟领导说话吗 现在习主席 也说要重视中医啊 你看那个中南山一天到晚 搞什么年华清文胶囊 不就是中医吗 所以呢 就是个普通的一个中医 传单这么一个事情 由于你散了传单 那中南海的反应 跟你老百姓的反应就不一样 他说你他妈用传单 你这是种变相的革命形式 叫做中医革命 那不行 我要整理 就像当年的茉莉花革命 雨伞革命 白纸革命 就举个白纸 你为什么要加个革命 这样的词呢 就打个雨伞 为什么说雨伞革命 这样的词呢 拜托 这是胡锦涛时代搞出来的 这是 共产党在这方面 特别敏感 一戳他 他就高潮 他马上就用革命这个词对付你 他一旦用革命这个词 给你定心以后 他立马就格杀无论 然后就往死里整 这个中南海紧急下大命令 不准这个以后网民讨论什么中医 讨论什么武汉病毒 认为你这是一种革命的形式 是挑战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绝对不能放过 一个都不能放过 往死里整 说要把这个上海电视塔 往这个地面上撒船的 这个老头子啊 这个中医革命的领先主演者 要抓进去 判他们的死缓 有点意思 所以你看共产党的事情啊 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有这个 在共产党里面做事情的这种 这种什么状态和经历 所以你一般的人是搞不懂的 他为什么这么敏感呢 一破大点事 就一个女人光着屁股跑 然后就马上就挪体革命 完了以后就一个老头子 撒了一点传单 马上给你电信 我中医革命 就像当年的打了个雨伞 叫雨伞革命 你说个雨伞它能干嘛吗 因为它雨伞能够把你呼吟 它的裤胆给抽破嘛 是不是 它就这么来的 我告诉你 一旦有革命这个词出现以后 它就有了把你往死里整的理由 所以你千万要小心 小心 再小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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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